我們上禮拜講到HTML的基本語法 然後接下來我們給了你們一個例子 倒數計時器啊 然後請你做倒數計時器還有網頁 自己的網頁 兩個席題對不對 那網頁我就不講了 因為那個靜態的東西比較容易處理 你只要去學就會了 接下來要看的是 CSS的排版格式 你上禮拜所做的網頁 如果你沒有加CSS 他一定很醜 會很醜 也會慘不忍睹 會覺得為什麼我做的網頁這麼醜 別人做的那麼漂亮 那舉個例子 像我這個就是個網頁啊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就是我的網站 所以他也是個網頁啊 為什麼他這裡有黑色 然後白色的字幕 然後 我的這個線看起來好像比較淡 顏色比較淡 那這個好像沒有那個底線 超連結你們預設都會有底線啊 我的沒有 那為什麼我可以在這裡顯示一個框框 這邊很多東西還可以按 為什麼 而且呢 我移上去的時候他還會變色 變成有一點暈開的感覺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 我們 有加CSS的語法 我們有加CSS的網頁排版格式語法 什麼叫做網頁排版格式 好 我們來看一下CSS是什麼 好 CSS 它 叫 Escating Style Sheet 中文可以叫 串接樣式表 但是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到底是什麼 來 這是一個 傳統的網頁 傳統的網頁 OK 所以你如果上禮拜有表格的話 你會看到你的網頁長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我看一下 長這個樣子 表格超醜的對不對 難看自己 但是呢 如果你想加個背景顏色 你可以在這個 這個TH代表表頭的那個 D行的那個東西 那當我把它加上背景顏色是黑色 顏色是 這文字顏色是白色的時候 那 每一個TH我都這樣加 然後呢 我在第一列我也這樣加 好 那這樣的結果會顯示什麼樣的 來看一下 你看 我的程式不見 好 是不是有 Table CSS Embed 好 那 那 既然這樣的話 沒關係 有錯是正常 來 直接把這個貼起來 儲存 不知道那個程式跑下來去了 好 我們就自己來一遍吧 好 把這個存起來 save save save成什麼呢 save成 好 現在應該在這裡 table CSS 好 它變這樣了 有沒有看到有點不同 雖然還是很醜 對 但是不同了對不對 哪裡不同 各位 會覺得太小不好看嗎 雖然還是很醜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全白色的 它這裡是黑色的 字是白的 我們剛剛不是就要求它黑底白字嗎 我們剛剛的這一個 這一些 這一些所謂的Style 就是 CSS 串接樣式表 但是呢 我們現在所寫的這種形式 是內籤在HTML裡面的寫法 但是CSS 除了可以內籤在HTML裡面寫以外 它可以寫在外面 而且有兩種寫在外面的方法 一種是寫在檔案最前面 另外一種是寫在另外一個檔案 好 這等一下我們都會看到 所以 剛剛的那個 對照一下 一個是沒有黑底白字的 一個是有黑底白字的 差別在這裡 好 但是我們剛剛那樣寫也很累 要寫五次 五次對不對 因為有五格黑底白字 要寫五次 這時候呢 我們 改一下 再改一下 我不要用 不要在裡面寫了 改在前面寫 前面加一個Style 前面加一個Style 然後直接寫說 只要是TH這種標籤 裡面呢 我就要用黑底白字 Background Color 就是背景顏色 是黑色 然後 Color White 就是文字顏色 是白色 好 這樣子的結果 就跟剛剛看到的東西 一模一樣 然後呢 你接下來 如果你今天寫的CSS很多 你可能不會希望它直接放在裡面 那每個檔案都要寫一次 那如果 我有很多網頁都要共用這個CSS 怎麼辦 就不能夠寫在裡面 這時候你應該把它提出來寫在另外一個 叫做 MyStyle.css 不管叫什麼名字 點CSS 都可以 但是副檔名最好是點CSS OK 然後你要加上這個Link的語義法 去連結你的那個CSS表 在head的標頭裡面去Link你的CSS表 這樣子的話 你後面所有的東西通通都會套上 你現在有Link的這個CSS格式 所以結果還是跟剛剛一樣的結果 顯示方式一模一樣 只是寫法不同 那剛剛那個不夠好看 因為我們只要求它黑底白字 接下來呢 我們讓它更好看一點 我現在說 table order collapse 因為剛剛那個 表格的旁邊有那個白線啊 或黑線啊 那種線 有線其實不是很好看 那你如果 不要那些線 有時候反而會更好看一點 所以像我這個就沒有那些線 所以bouldercollapse 那但是呢 不是所有都不要線 是邊緣不要線 所以boulder EPS EPS就是一點 寬度是一點的線 像這個就是寬度一點的線 接下來呢 他說solid 是線有很多種 線有實線 有虛線 OK 虛線又有很多種虛線 那我現在是要solid實線 實線 而且顏色呢 我還用373737 373737 到底是什麼 好 前面加一個頸字號 這代表我後面的東西 是一個顏色 那這個373737 這個叫紅綠藍 RGB顏色的寫法 前面兩個字母37 這是紅色的強度 第二個37是綠色的強度 第三個37是藍色的強度 所以紅綠藍三種的強度都一樣 它是什麼顏色 它基本上 紅綠藍三種強度都一樣 不是白色就是黑色就是灰色 它絕對是這種黑白系列 OK 如果是000000是怎麼顏色 000000的話是黑色 如果是FFFFF FFF是怎麼顏色 FF就是255 三個都最強到255的話 那就是白色全白 看懂嗎 OK 所以這是紅綠藍 這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電視一樣的意思 當你強度讓它最強的時候 它就是白 好 接下來 TH我讓它背景是黑色 前景是白 文字是白色 而且呢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感覺好像比我剛剛的那個 這個 這個要寬一點 有點寬版的感覺 不會那麼醜 寬版的留一些空間其實會比較好看 所以寬版的為什麼它會寬版呢 因為我這邊要求它的padding 裡面的空間是控10點的寬度 而且margin外面的空間也是控10點的寬度 裡外都控 讓它的那個不會那麼擠 字體不會那麼擠 整個空間桿不會那麼擠 那tt也是一樣 就是tt就是這種欄位 剛剛的這些tt欄位 現在白色這些 也都是控10點 不會太擠 那這樣子我們得到的就比較漂亮的表單 也沒有多漂亮 那其實我絕對不會教各位美術的東西 所以各位本來其實我一年級有開一門課叫做動畫設計 那之前我都有教 但是我不是教動畫的美術 我是教動畫的操作而已 那可是你們這一屆之後我是不會再教動畫設計 如果你有興趣你就自己去看 稍微給各位一點資訊 待會我會給各位 我們先把這個講完 好 那接下來呢 有了這種統一的格式 如果我今天想要對 因為我永遠都只能針對某個tag套用格式的話 那有一些tag我想在這裡套用這種格式 在那裡套用那種格式我怎麼辦 這時候呢 你可以加上兩種東西 一種叫ID 一種叫class ID和class是什麼 東西來稍微看一下 在任何一個HTML的標記裡面 我都可以加上它的ID 那這個ID呢 裡面的標籤必須要是唯一的 在你整個檔案裡面只能夠出現一次 這種叫ID ID就是身份證代號之類的這種代號 所以你不能出現兩次啊 身份證代號重碼的話 那你這個人就在中華民國的戶籍上消失啊 所以這個ID是唯一的 但是呢class是類別 它可以重複了 它說我這個也是classA 那個也是classA 可以的 我可以一大堆東西都是classA 可以的 這是類別 好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種 ID和class來做定位 去要求它要顯示某種顏色之類的 所以我現在呢 我們在這裡說 TopBar 這個是 這個是剛剛的ID TopBar呢 我讓它是 灰底 Gray 灰底 藍色 灰底藍色 OK 然後呢 classA呢 我讓它是黑底白色 classB 我讓它是藍底黃色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這個的結果 它就是 灰底藍色 對不對 黑底白色 藍底黃色 OK 所以我們要求它用這種方式顯示 它確實用這種方式顯示 好 那再來 你還可以把這種 定位單一類別的東西給 串接起來 層次的串接起來 就是說我要在這個意思說 我要在classA的區塊裡面 去找一個叫table的標記 然後讓這種表格套上 像後面寫的CSS 後面寫的樣式 這 就可以讓它只針對classA裡面的表格 不針對其他人 其他表格它不會套 只會套classA裡面的表格 同樣的我這個top bar就是那個top bar會套 那 也可以 這裡多了一個top bar 這裡應該是說 我如果只寫這樣的話 表格 table裡面會有一個classA的類別的 的節點 的區塊 這個區塊裡面又有一個A超連結的東西 我這種超連結 我要用什麼樣的顯示方式來顯示 要套什麼樣的格式 OK 那 這裡其實有個錯誤 這個不應該有top bug 那我就順便 因為看到bug要馬上除掉 這是好奇怪 好 我現在登錄 自己把自己的網頁的東西改掉 剛剛的應該是在這裡 這個 不應該是有這裡 好 那 前面 前面暫時沒有看到錯誤了 好 OK 那就這裡 我們這樣子把它存起來 它存檔完成了 一欄 就回到我們剛剛的情況 內容已經改掉了 好 這個系統是用什麼寫的 就是node.js 就是各位現在學的這個東西寫的 我們之前寫 JavaScript 的程式不是都用node 一直到最近這兩個禮拜才改成用網頁的方式寫 這個網站就是用node寫的 我可以進去改 直接登錄直接進去改 這個就是用node寫的 所以各位 未來 應該會在下學期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教伺服端要怎麼寫 但是上學期的時候 我會把客戶端的部分盡量交完 OK 所以還有很多東西要教 另外我可以一次套用在很多種東西上面 只要用逗點格上 隔開就好 這樣我就不用後面的這些樣式都要寫好幾次 逗點格開就是代表兩個不同的選擇器 在做套用 所以你可以用逗點去隔開 如果直接用空白的話 那個是串接的 用逗點格開就是兩個不同 那CSS其實雖然是個很簡單的東西 只是個樣板 就好像你word裡面 你改改字體 然後改改背景顏色 改改什麼 只不過你把這些動作寫成文字檔放起來而已 那可是呢 CSS往往寫起來並沒有那麼短 因為人類的視覺它要求的那個美數是很高的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寫很長的CSS 每一個標記它都要先套用成這樣 讓它沒有邊緣 然後接下來呢 標題我希望它是長什麼顏色的 然後段落希望它長什麼顏色的 然後項目希望它字體大小是多少 最後寫起來會很長 而且CSS到現在發展的情況是 它能力越來越強 強到甚至它可以用來轉魔術方塊 這很怪喔 但是它真的可以拿來轉魔術方塊 我上次有看到有人 用純用CSS寫來轉魔術方塊 因為它裡面還支援了矩陣 那種已經走火入魔了 我覺得那已經走火入魔了 你不需要學到那種程度 你不需要學用CSS寫怎麼轉魔術方塊 那實在是太過頭了 但是用JavaScript也可以做出這種事 用JavaScript來做才是聖徒 用CSS來做轉魔術方塊 那個是邪教 所以不需要去做到事情 OK 到這邊你會看到一大堆CSS 只不過在指定每個區塊 每個區塊要什麼顏色 什麼底 什麼那些東西而已 就這樣 那中間有一個動態的東西 就是各位有看到的這個 這個Transition 譬如說它說轉換的時候 它應該顯示什麼樣 這裡會有一個 Transition是一個類似動畫的東西 那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個 就是移上去它會有這種狀況出現 有這種陰影狀況出現 原因是在於我們使用了這種CSS的語法 那大概這樣 CSS就講完了 很好 我們只花了十幾分鐘的時間 就把CSS給解決了 因為這不是程式 比較簡單 所以各位先看一下CSS的部分 今天的第一個習題 就是 請你把你上禮拜所做的個人網頁 用CSS把它弄得美輪美奮 再交上來一次 這是今天的第一個習題 待會兒